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名贊助的晚間粵語新聞 經過長達10個月的市選競選活動之後 多市選民從今天開始到星期日 可以預先投票 塔加里的市中心廣泛地區仍然停電 受影響的包括商戶和數以千計的居民 世界衛生組織促進各國 在未來兩個月加緊應對伊波拉病毒 否則確診個案可能會升至一萬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10月14日星期二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經過長達10個月的市選競選活動之後 多市選民從今天開始到星期日 也就是19日可以預先投票 多市市內44個選區都有預先投票的票站 他們在上50點到晚上7點開放 等合資格的選民可以投票 市民也可以到市中心倫敦菲立廣場的市業會大樓內投票 市府早在上個星期已經寄出選民資訊卡 上面清楚印有選民的所屬票站 如果市民還未收到選票卡 仍然可以投票 詳細資料可以登入網站查詢 亦都可以致電3111熱線查詢 另外 無論選民在多市內擁有多少個物業 選民在多市市選中也都只能夠投一次票 並會以選民住的地方為準 前往投票的選民記得大同富有姓名 和註子證明的文件和投票卡 符合資格居住在多倫多的選民 都有權在市選中投票 選民必須是年滿18歲或以上的加拿大公民 賓頓市錦音節場周末 發生一宗懷疑是謀殺及自殺的三私命案 警方已識別出其中兩人的身份 皮爾區警方今日公布 三名死者分別是57歲、61歲和91歲 案發在賓頓市Kennedy Road Gabrova Drive一帶 警方指 有人在星期日上午10時40分再有報警 表示關注住在該區親友的安全 自電報警者是相述其中一名死者 而三人都住在現場 皮爾區警隊表示 警方兇殺案調查組探員 仍然在現場調查 希望整理出線索 他們又向鄰居傾談 以期望找到更多的線索 密西沙加市在星期六發生酒店火警 一個43歲的女人死亡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今日公布案件是屬於兇殺案 火警發生在星期六 黃昏約6時半 警方和消防局接報 緊往位於Britannia Road East 50號的Quality Inn 抵達後 消防員在酒店一間房內 發現一個沒有生命色象的女人 宋苑後信告不治 警方今日公布死者是康山居民 檢視結果以及警方的調查 斷定受害人是死於兇殺 警方呼籲公眾向警方提供消息 協助警方破案 按照厄泰華和貝爾維爾 各有一人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 目前在醫院隔離 衛生人員在昨晚證實 厄泰華隔離病人的血液檢查樣本呈陰性反應 而貝爾維爾患者的驗血報告就暫時未出路 厄泰華公共衛生局在昨日說 一個病人星期日到厄泰華醫院求診 立即被隔離 據悉這個病人最近到過西非伊波拉疫區 其中一個國家 病人的血液樣本 已經送往溫里帕的 國家微生物實驗室化驗 驗血報告在昨晚出路 證實患者並沒有感染伊波拉病毒 在另一宗案例裏 一個男人在星期日深夜 前往貝爾維爾全科醫院急症室求醫 這個病人最近在塞拉利昂進過機 遠方說 這個病例的傳染性是微乎其微 醫院說 這個病人抵達貝爾維爾全科醫院 在四分鐘內隔離 急症室內其他病人並沒有跟他接觸 聯邦新民主黨建議 設立一個全國托兒服務計劃 收費是每個兒童每日不多於15元 聯邦新民主黨黨魁唐文海說 新民主黨一旦成為執政黨 會和各省合作 在八年內支援或創造100萬個託兒名額 他說會立法設立這項計劃 而計劃會得到可預計和長期的支助 根據新民主黨的構思 首階段會在四年內每年投放19億 支助37萬個新的託兒名額 到計劃在第八年全面推行時 聯邦政府提供的相關年度撥款會增加50億 唐文海說 這項計劃會提供具質素和廉價的托兒服務 並且有衡量的基準判斷計劃的成功 亞省卡卡里的市中心 在今天上午 街燈和交通燈已經恢復運作 不過廣泛地區仍然停電 受影響的包括商戶和數以千里的居民 卡卡里當地一個地下供電設備 在上個星期六晚發生火警 導致大範圍電力供應中斷 電力公司說設備嚴重損毀 不可以單靠維修需要更換 卡卡里緊急經理部門說 市中心的道路已經重開 交通燈如常運作 但是仍然有很多工夫要做 市府向受影響的居民 提供了350間酒店房 作為臨時妻親地方 但是這些酒店迅速爆滿 電力公司說 職員開始接駁高壓電纜 期望可以在這個星期四全面恢復供電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遊提供專業旅遊服務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在北美和中國共有十二個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強大完善 自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 足不出戶完成機票和旅遊團預訂 保證你自由出行 網絡空間風采無限 天保旅遊讓你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廣州封殺這個電動自行車 原因很簡單 覺得它是亂 走街那麼亂 但這個電動自行車帶來的負面問題 根源並不是這部車上 而是在城市管理的問題上 對於這個雙體吃飯究竟應該是誰 賣單 唱菜就覺得當然是男的 這樣顯得有紳士封島 德國君就說 我是女生 和人第一次出去吃飯 我都會主動自己賣單 楊鮑真人是一對夫婦 夫姓楊 妻姓鮑 兩夫婦是村內出了名的善心人 明末正初 這對夫婦在海邊經常為漁民看病 幫漁民做道場祈福 霞聰村民 澳頭金門堂村民 價價戶戶將燈結彩 錦旗飄揚 扮製品 武龍 武師 搶炮台 唱學老戲 熱鬧程度遠遠是勝過過年 跟著小美說 不如我們約一個勁歌三十年 就在手機群組打出來 一打出來是大件事 而這個舞台實在帶給我很多回憶 挑戰 其實這次當然是平時拍一些 硬漢的角色 其實也好回九成 是競笑的時候有點歪歪歪的 但我現在不理會它 但我現在不理會它 各位觀眾買安 繼續是新聞時間 國際方面的消息 世界衛生組織促請各國 在未來兩個月加緊應對伊波拉病毒 否則確診個案可能會升至一萬 另外 一個在德國接受治療的伊波拉病人不治 死者56歲 是蘇丹籍聯合國的醫療人員 在西菲利比利亞參與抗疫期間受感染 上個星期一確診後 送到德國來比錫一間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遠方指 她的情況一直危殆 在當地星期二病逝 她是第三個被送到德國治療的伊波拉病人 其餘那兩個 一個康復出院 另一個就仍然在法蘭克服留意 《時代》雜誌公布2014年 25個最具影響力的青少年名單 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都榜上有名 《時代》雜誌表示 名單是根據社交網站的粉絲人數 事業成就和文化影響力而選出 入選的還有美國總統奧巴馬 兩個分別16和13歲的女兒 而其他入選者 大多數都是以運動員和演員為主 例如本國多倫多歌手Sean Mendes 職業高爾夫球選手高寶琴 美劇摩登家庭的童星Rico Rodriguez 和演員Will Smith的兒子Jaden Smith等等 北韓領導人金聖恩 過幾月以來首次公開露面 官方傳媒報導 金聖恩視察了新建的住宅區 但就未有提及健康狀況 相隔40天 北韓傳媒再次報導金聖恩的視察活動 這次他視察的是平壤新建成的衛星科學家 住宅小區和國家科學院自然能源研究所 報導並沒有提及視察日期 和金聖恩的健康狀況 不過按照慣例 活動是在報導前一日進行 金聖恩自上月初起 一直無公開露面 他值了最高人民會議 勞動黨建黨69周年等重要活動 北韓電視台上個月底報導 金聖恩身體不適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 他是在視察官演時正傷隻腳 被指為今年吹襲日本的最強颱風黃峰 略過東京移出太平洋 至今造成兩死九十多人受傷 黃峰昨日深夜略過東京首都圈 帶來彭沢大雨 黃峰在清晨越過關東地區之後 移向東北部進入太平洋 逐漸遠離日本 風步出海前略過東北部攻城縣 大雨對視沿岸低化地區嚴重水浸 由高空虎嵌石卷市到處都是積水 見不到馬路 有汽車被困水中拋撩 氣象聽預測 日本東北廣泛地區仍然會有雷雨 其中福島縣局部地區降雨量 可能會高達每小時70毫米 大阪虎岸和田市多區水浸 居民要用自己的水桶清理家裡的積水 日本全國各地共有大約50間房屋損毀 15萬戶停電 超過80萬人要緊急刷散 錶齡 最難被他工作了 幻内 幻内